朋友们说到评句啊 是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那是源于草根的智慧 那么接下来的昆曲 则属于典型的大雅之音了 在大雅大俗之间 我们说真挚的情感是相通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 昆曲的爱情传奇 今晚为我们带来长生殿小宴的是 江苏的昆曲新星 善文 说到善文呢 很多朋友是从新版的昆曲 1699桃花扇当中 认识他的 那么他塑造的李湘君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说到善文 其实他早在2003年 就获得了首届全国戏曲的红美奖 要不有人说呢 看善文表演 会有一时间的时空恍惚感 那么古老的艺术 和那么青春的面孔 竟然可以有机的结合为一个整体 是啊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在这传统的 热闹喧嚣的新春佳节 让我们安静片刻 让年轻的善文 带我们一同回味 传统文化当中的 古韵 英乌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是愈 心不安静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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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毅老师 咱这开始了 干嘛呢 干嘛呢 词曲指引天上有 到底人间欢乐多呀 您这是在念诗呢吗 我自在吟诗 你别看不哀着 但是我有我的道理 您这还能有道理呢 你给我说说 词曲指引天上有 说的就是善文演出的这段长生殿 太美了 没错 这还有点道理